说到马云,相信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阿里巴巴推出的各种软件,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关注 可以说很多的软件都已经离不开我们的生活了 但实际上,我们大家眼中看到的马云并不是那个善良的资本 在被官媒三次点名痛批后,马云的资本嘴脸也是一览无余 也让我们大家感受到了企业家的丑恶 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个视频好好地跟大家聊一聊 马云一直以来到底做了什么让我们气愤的事情 你认为我们可以原谅马云吗 如果你认为可以,请在评论区中大上可以 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一探究竟吧 新来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创作不易,感谢支持 我不喜欢钱,我对钱没有兴趣 大家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 没错,这就是马云在一档节目中所说的话 马云作为阿里集团的创始人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企业家 他的公司研发出很多产品,都深受民众们的喜爱 曾经有多家媒体都表扬过他 如今中国的绝大部分市场都被马云占去 一直以来,马云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都是无私奉献的慈善家、企业家 一开始的时候,马云可能真的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为人民服务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马云早已变成了资本家 他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做出了很多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百姓们利益的事情 首先要说的就是阿里集团旗下的支付宝花呗平台事件 说起这个平台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有很多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在花呗上借钱、超前消费,满足自己的购买欲 马云也正是抓住了年轻人的这一心理 所以才开设了这个借贷平台 这个平台有利也有弊 有经济条件来源的人来说 这个平台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大的资金问题 可以帮助他们避免欠任别人人情 但是大部分家长认为 花呗这个平台会严重侵害孩子的心理健康 他们认为花呗会让孩子产生错误的消费观念 这些家长反想自己的孩子使用花呗还不起 会平白无故给自家的家长添很多的麻烦 并且这些孩子的年龄非常的小 如果长时间继续这样下去 很有可能他们会过度依赖花呗 没有钱就继续炒向花呗界 反而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体会不到挣钱的不易 从而越来越懒惰 因此马云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对于蚂蚁花呗这个平台 还是存在非常多的问题 备受争议 另一件让人们对马云彻底改变看法的事情 是前段时间的赵薇事件 想必大家对赵薇种种事件也都非常熟悉了吧 而马云也曾经和赵薇多次交好 但是就在赵薇被封杀的时候 马云并不承认自己和赵薇有着很好的关系 反而是撇清关系说自己和赵薇并不熟 只是见过几次面而已 对于这一措辞大家是十分不相信的 就在赵薇还没有被封杀之前 他曾多次在微博平台上发布自己和马云 以及一些企业家的亲密合照 也说明赵薇和马云的合作正式开始 回想起当初赵薇做的事情细思极恐 随着赵薇种种劣迹事件被曝光 马云也被牵扯其中 他站出来撇清关系称 和赵薇两个人见面不超过十次 可民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他们心里十分清楚 赵薇和马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们这些资本家的行为 让网友们非常的气愤 因为在他们眼里 只顾自己的利益 不在乎他人的想法 而马云如今撇清关系的行为 让网友们十分厌恶 这是一种没有胆量 没有责任的表现 马云如今的企业在中国各地 早都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甚至出现了很多垄断行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如今喜欢在网上购物 很少去实体店购买 这一懒惰行为 也让马云钻了空子 阿里旗下的淘宝 深受年轻人们的喜爱 也是因为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 现如今有很多的实体店都开不下去 即将面临倒闭 这些消费者他们认为 很多商品在网上购买 要比在实体店购买便宜 也会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烦恼 而且还会送货上门 而这些商品又是由厂价直接销售 不得不说 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但长此一往下去 越来越多的实体店都开不下去了 很明显 这是马云要对中国市场进行垄断 国家是绝对不允许马云这样做的 因此对马云做出了惩罚以及严厉的批评 而就在前段时间 淘宝出现了卖假货的商家 有很多消费者他们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 于是他们纷纷对淘宝进行了投诉 马云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他没有向消费者们道歉 反而将错误推到了消费者的身上 马云认为 之所以能出现卖假货的店铺 是因为这些店铺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虚荣心 如果不是因为一些消费者的虚荣心在作祟 根本就不会出现卖假货的行为 马云这一撇清责任的行为 让很多消费者非常气愤 随着事情越闹越大 马云不得不加以管制 但也因此 马云的口碑又跌落了 但马云做过让人气愤的事情不止于此 阿里集团对于如今刚大学毕业的学生来说 能在那里工作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能在阿里集团工作的人员 他们无论是学历还是其他方面都是非常优秀 那我们不能看表面 虽然在里面工作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 值得骄傲的事情 但是马云对公司员工的要求非常苛刻 他曾经对员工们使用996制度 马云声称这是对公司员工的一种福报 不要以为这是一件什么好事 事实上 这是马云在变相压榨公司员工的一种行为 该制度的大概意思 就是要求员工们要趁年轻无条件多工作多加班 阿里集团的员工表示 事实上每天工作都已经非常忙碌 根本就没有私人时间 他们也想用下班后的闲鱼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想做喜欢的事情 或者陪陪家人 想利用这些闲鱼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而如今马云这一项制度让很多在阿里集团工作的员工非常伤心 马云想要压榨自己公司的员工 想让他们无条件付出 不求回报 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马云 还记得前段时间被除名的湖畔大学吗 这所大学是由马云和各大企业家联合创办的一所大学 这所学校在刚成立不久 马云就曾放出好眼 立志要让这所学校培养出新一代企业家 湖畔大学的入学条件非常严苛 不仅要有三年以上的创业经验 并且还要拥有自己的公司 年收益额要超过三千万 除此之外 必须要求有三位有权力地位的保健人 以及一位指定的保健人 可想而知 能在湖畔大学就学的人 一定是非常优秀 有才华并且背景非常强大 说白了 湖畔大学就是马云的一个阴谋 他想让这些资本家聚集到一起相互合作 湖畔大学就是提供给他们合作见面的地盘 马云将这些人聚集到一起相互利用 让自己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将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之人 马云的意图就是要联合中国的各个企业家 共同打造一个更大的资本圈 如果这种现象不能及时得到制止 未来就会出现有钱的人会非常有钱 而穷人非常穷这种极端现象 而中国也会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走向资本主义社会 现在回想起马云说过的话 我不喜欢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真的是啪啪打脸 如今马云的种种行为都在印证自己是资本家这一事实 中国是不反对资本家的存在 但如果想要在中国长期发展 就要一定尊重中国的社会主义 身为中国人要时刻以国家发展为核心 要想着为人民造福 而不是利用自己的权利地位去做一些坑蒙拐骗危害百姓的事情 如今马云的口碑也算是崩塌了 希望他能够吸取国家对他多次惩罚的教训 深深地反思自己的行为 真正做到为人民群众服务 看完本期视频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下期更精彩